今天早上最後結束的時候 已經針對在我國的法律規範體系當中 推定的概念已經做了相當程度的闡釋 那剛剛吳委員也進一步清楚的說明了 我接下來要提供給大家的參考的資料 事實上德國他們在1990年的時候 針對政黨及政治團體法裡面就有修正 政略的第20A還有20B的規定 在20A跟20B基本上就是在處理 過去社會民主統一黨在東德時代 它所不當取得的財產 這個法律的規定跟我們現在所採用的立法技術 基本上是相當的 那也就是說只有可以再證明 是依照基本法的實質法治國的基本原則 所取得的財產才可以繼續留用 如果沒有辦法進到這樣子的證明責任的話 這個時候就有關於他們所成立的委員會 針對不當取得財產的追討 事實上是可以密沒路的 那進一步在這個法律通過了以後 社會民主統一黨後來改成民主社會黨 他們針對這個法律的規定打到德國聯邦憲法法庭當中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清楚的宣示 就這個部分 申請人既然已經成為基本法下自由政治競爭的政黨之一 就應該如同其他政黨一樣 其非依實質法治國基本原則而取得之財產 就不受基本法第21條第一項之保障 那我相信這個問題討論到今天 不管是就形式上面的立法技術 還是實質上面的立法原理 某個程度上已經充分討論過了 希望未來能夠以這一個當作基礎來開展 關於本法在其他在立法設計上面的規範 讓整個立法爭語完確 謝謝 好 接下來陳昌明委員